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禅门的律并没有那么狭隘 你未察觉到你对明相是很执着的 明相常常会在你的内心产生一个框架 你内在对某些概念是很排斥的 只要是开佛学课程 经律论这三门 律这一门几乎嫌有人要上 因为谈到律就好像是一种束缚 这就是人们对这个概念错误的认识 我所讲的律不是日中一时 太阳在正中午之前就要赶快吃饭 也不是你的手不能摸到脚 我并非指出这一种律不对 禅宗表面上没有一本经典 专门谈律 其实 律即道德二字 为什么古时候这么多人开悟见性 为什么当今有成就 见性的人越来越少 因为没有道德 你没有道德 学佛是不可能会开悟的 因此 一个人学什么 重点不在于他所学的 而是在于他自己 这个人不对 所学皆是白学 他学佛会下地狱 读四书会当奸臣 读老庄会变流浪汉 大家拼命读开悟的书 逍遥自在的书 但是自己却不对 假设你没有认清楚 你学到死都没有用 没有道德的人来学这些 一点也不相应 比如 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你看了金刚经 善男子善女人 而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差劲的人 你看得下去吗 有道德的人才是善男子 善女人 如果你是一个不愿意付出的人 是一个自私 不替别人着想的人 读到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你是在读什么 纯粹文字与知识 你可以读懂 但是你完全没办法 与这种境界相应 按照次第的教法 比较像专修班 比如佛学院 一学就是三年五年 你自己在家 可以按照次第学 但在外面上课 因缘却不太一样 以前我们在戒场 我们都是出家人 在戒场的大和尚常常讲 你们是新戒子 你们应该好好先学七年的戒律 刚出家的人 没有几个要相信这种话的 因为人们的内在都很讨厌戒律 大和尚说 你们要读七年的戒律 才有资格看经 大部分人的内在是不能接受的 受戒一个月之后 每个出家人 依旧我行我素 都是继续看大成经典 除非是专修戒律 学律宗的 大和尚所讲的是对 但讲得不深入 不够彻底 不够吸引人 因为一般人听不太懂 他所讲的 真正学戒律 即是好好培养自己的道德 所以 不是叫你研究 戒律 就好像是世间的法律条款 一条一条看 研究法律条款 最深入的 莫过于律师 但律师到底是好人 还是坏人 很多律师 专门做一些不道德的事 所以 不是K书 而是要K你自己 学佛的人 很少人成就 因为你这个人不好 即你不是好人 所以你修想开悟 我讲的好人的标准是很高的 释迦牟尼佛也讲过这样的话 即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接着再讲 自尽其义 是诸佛所教 前两句就是戒律 就是道德 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不可能清净 所以 不可能开悟 这是事实 你想开悟 你纵使开悟 你纵使学很久 你的问题 还是出在这里 你是老参 也是老贼 贼性不改 佛性不限 文厚思维 你是什么样的人呢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傅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